提到招领游戏 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流传最广的笔仙 由于情笔仙需要的道具较少 仪式又非常的简单 还充满着未知的神秘色彩 所以很多年轻人为了寻求刺激 往往敢于尝试这类招领游戏 在情笔仙之前 只需要准备笔和指就可以了 参加的人员最好是一男一女 并且两个人最好是诚心诚意 怀着尊敬笔仙的心情 在时间上最好是在子夜之前 也就是晚上11点之前 据说在11点之后 招到的大多是孤魂野鬼 准备好道具后 两个人手背交错 中间加一支笔 要将笔垂直于桌面上的纸 两个人的手不放松 但是要轻轻地加住笔 然后轻轻地呼唤或心中默念 笔仙笔仙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今生 若要与我续缘 请在纸上画圈 随即就可以通过两个人提问 手中笔画圈来确定对错的方式 和笔仙进行沟通了 那么笔仙真的存在吗 按照道教正义法师的说法 笔仙名为笔仙 实则为鬼 请笔仙名义上就是在招鬼 招到的鬼都是平时跟在人身后 吸食人体精气的邪灵 这些邪灵的心性都非常的诡异 很难受到控制 一旦招惹到这些邪灵恶鬼后 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甚至因此患上精神类疾病 当下在年轻人群体中 除了流行的招令游戏笔仙外 还有叠仙 快仙 潜仙等等 这些招令游戏 都是我国最古老的巫术 伏击术的变种或简化版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我国古老的巫术 伏击之术 伏击又被称为飞鸾 降笔 请仙 补子姑等等 最早记载于南北朝时期 刘敬书所住的医院之中 据医院记载 古时候有一个漂亮的姑娘 名叫子姑 嫁到了一家大户人家当小妾 但因为子姑年轻貌美 才艺绝伦 而受到了正妻曹夫人的嫉妒 因此 家中所有的脏活 累活 就全部打包给了子姑清理 时间长了 子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待遇 就在正月十五那天 在厕所悲愤而死 后来天帝知道这件事后 十分可怜子姑 就将子姑封为了侧神 但也有人说 子姑是杜赚出来的名字 其实指的就是西汉时期 被吕后做成人质的弃夫人 她就是死于厕所的 但具体是谁 已经无从激考 后世传闻 子姑作为侧神 具有预知的能力 对子姑进行祭拜 能得到对未来的一定信息 因此 在每年正月十五的当天 人们都会迎侧神 用伏击的方式 来补算明年丧残的情况 并祈求侧神 保佑来年能够丰收 在进行伏击的仪式前 要准备一个带有细砂的木盘 如果没有细砂 也可用灰土代替 还要准备一根基笔 插在烧机上固定好 有的地方将基笔 就直接插在竹圈 或是铁圈上 一般来说 举行一次伏击仪式 至少需要六个人 包括直接操作伏击的 孪生两人 分为正孪和副孪 仪式开始后 正孪和副孪 负责拿着基笔 在细砂上写字 同时嘴中念着咒语 请神明上他的身 还有两名唱生 唱生负责将孪生 在细砂上写的字迹 唱出来 再加上两名陆生 陆生负责将字迹 和唱词 抄录成为文章诗词 最后对该讯息 做出解释 伏击的仪式 看似和请笔仙 几乎没什么两样 但伏击请来的是正神 而笔仙 大多请来的都是鬼怪 伏击最早只在 正月十五当天夜里 才能举行 迎请来的只有子孤神 而到了东晋时期 道教伤经派的重要传承人 陶哼锦 在道观中 用伏击的方法 请来了道教伤经派的 第一代真人 魏华存 来为人解惑传道 还用这样的形式 依托古人 写了大量的道教经书 自此 伏击术请来的 就不只有子孤神 还有道教的一些神仙 但还都是一些正神 那么在中国 流行了千百年的伏击之术 怎么就变成了 后来的笔仙了呢 这件事主要是在唐朝时期 日本非常羡慕唐汉文化 就疯狂的派遣使臣 来中国学习 并且也学走了不少的文化礼仪 这其中就包括伏击术 伏击术传到日本后 也不再叫伏击 而是改名成了狐狗狸 伏击术又经由日本 传到荷兰 又由荷兰传遍了西欧各国 在中西方不同文化的杂柔 和融合下的伏击术 在传回中国后 就变成了可以请鬼上身的笔仙了 当时笔仙传到中国后 大多还是文人默克使用的居多 文人请笔仙的原因 无非也就那么几个 一来是纯属好奇 想试试请笔仙 到底是灵还是不灵 二来就是问姻缘 毕竟古人比较看重 两人的八字是否相合 美满的婚姻 才是人人向往的 三就是问前程 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 都是非常关心的 而请笔仙 在八十年代中期 开始在中国农村流传 有一些骗子 谎称可以请观音 有的甚至声称毛主席 和周总理都能请到 当时这种活动 在河南陕西一带 尤为猖獗 但当下 在中国 很多人都对这种笔仙的 请神行为嗤之以鼻 并试图用科学的视角 解读出笔仙的秘密 比如北京通人医院 副主任张书芳告诉记者 玩笔仙游戏 不允许以肘或腕作为支撑 须保持悬空 笔还得垂直于纸面任何一点 同时笔仙参与者 被要求不能让笔掉下来 当悬腕 无支撑 光滑纸面 肩笔 这一切矛盾条件都具备后 这只在身体作用下的笔 就只能做缓形运动 也就是画圈 也有人说 笔仙游戏就是一种心理暗示 也就是当你在笔仙游戏中 得到了你最关心问题的答案后 在实际的生活中 真的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你的心里会不自觉地 向笔仙游戏中得到的答案上面去靠 因为那种神秘且恐惧的笔仙游戏 已经在内心形成了强大的心理暗示 这种情况 女性朋友更容易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 总之不管怎样 对于类似伏击术这类招零之术 信也好 不信也罢 但还是要心存敬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